鄉親好 歡迎收看全民台幣 我是黑市立人 普通的山領早就說在廿十年內 今年是青少的一拜 普通就發現 以前遇到田石的樣用 從去規法到那裡 田石獨軟體 故作法企老條拜 受掌台馬 還有從經年驗出到那裡 普通的那些菜米 不過有毒毒老太義 義處老法大體內 普通的那些菜米獨菜母 還有永遠發現 從這幾年內 尤其是23年 普通的數量少加重度 是永遠的原因 其實普通對面 深水環境還有生態 都有青苔的樣用 青苔的關聯 鄉親鑑定 今天全民台幣 在這裏面還有鄉親 上下來討論 並且上下來關心 雖然青苔的 非常建議大家 最眾多 苗利期農業居良從 鄉下來討論 現場的鄉親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比大家創造的 畢竟是 新鑑的客人 竟是 彭建明 彭比書長 大家好 大家好 早上全台灣VED葡萄葡萄葡萄的 苗莉奇農葡萄產品口的口中 吳直賢 各位鄉親大家好 農委會防檢局植物防疫組 病蟲害管理科的李坤龍 李科長 各位鄉親大家好 還有台灣台灣觀眾的 楊恩神 楊高叔 各位鄉親大家好 現在當然了 在福蓬萄產品獨到台門題 帶你來的普通的善良 稍加動作 當田史中以後 一村蓬萄葡萄葡萄葡萄的組織 來到清邊福蓬的經驗下廳 田史沒有的時期 在漁游泰奇的美景 是在合併牆 合併牆人 從今天去 葡萄葡萄有發燒動 今天早上 油漏一千碎 這樣安排 好工作 就像沙電桌 所以說水減 就去菜葡萄 葡萄葡萄 這葡萄葡萄 會發燒動 我真的會發燒動 我真的會發燒動 結果這年 山陽差不多有兩萬噸 退伴向蓬萄葡萄 下廳恩神 經驗兩拍 只有五年的六賞 要不然對那邊 可以是菜嗎 南條 要不然用不去南噴 很好的 沒落水 應驗法是不好 水桶的時間 有花沒出桶 昨晚的溫柴又停泰 菜要更好 天天要爬 本來跟朋友 一塊一塊一塊 表面記憶當中 緊鑽緊鑽 台腳散 台腳散 雖然 應驗必應驗 喊 替以前的捧弄 輕有感覺 看他們的 菜籽密度 有的水分 黑鍋 有的水分 水分 黑鍋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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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家車 小火 水分 水分 青山 水分 水分 青山 青山 水分 試過 六千人 喊 沸三 自己的泰家 泰家 泰家 沸三 先生 海 水分 水分 尊重 一两桶的年轻 普通应该有一两十桶 这边以贴桶来算的话 应该是一千多桶 以我们头份市农会来讲的话 近年来应该大概是 台湾的产量大概降到300到500桶 大概少一半 需求是一定的 但是台湾的减产 所以一定是仰赖进口 所以国产是越来越少 在讲讲什么 因为对本桶的性格来讲 更把影响给大家看看 先前周天很 今日年有多多温暇 现在还没讨论我小桶的农民说 先前又是周天很 故事真见不起 有桶桶的难死不走 是有日下年十年 区法的情形出见来见不好 故事有桶桶的赛量是一年 必一年可以说是直直落 我们来看到这张数据图 就可以非常有感 封面的产量是一年 年十年进来进攻台 也就同区法的情形 情有完善 对一百年开始来看 共事全台湾的赛量 差不多是一万五千人公顿 不过年十年三下来 一万四一万亿 过后一百空心的 也就在千年到下 差不多万亿公顿听听 不过你来看到 这个赛量是进攻台 不过呢 有的消防的经营 户数呢 却是逐年增加 而且饲养的箱数 用这个箱数来看的话 你看从过去的一百年 差不多是十万多箱的箱数 再到一百零四年的时候 是十二万 以养蜂户数也增加了 可是呢 为什么人增加了 箱数也增加 蜜蜂的量 应该要更多 为什么这边的产量 确实会下降呢 今天要先从未来的暗度 休憤的农民 冯杨仁 和大家来分享 你提前的观察 我会说 我一家亲身的经验 我之前也要 再碰下雨 受痛 结果呢 人年比年代 都经验 尤其 河浪严重 跟碰上蒜头 是一个文版的 文版的 这有哪些呢 这是说 一方面 台湾一件变法 专家 二方面 实际上的软弱 使用的轻轻 非常严重 孙先生 对你说 三两公大人 不过青年 学棚的双手 有近来的竞争感吗 对啊 你从我千年来说 我曾学两百姓 两百姓 在下雨 采湯的时期 在我们的双手 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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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今天要比较 我两百姓下雨 中午十八 是中午十八 十八十相 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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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冲海 十分严重 韩国的英词区 问题 各种人应该 到处理 所以经验 要去碰上 全国没有赞同 是在文版的 我希望 当国的众国人 做得 让他在这儿 普通上 因为在这儿 是在口令出发 谢谢 好 郭祖亚信三奥基 早就说 这農業的舒辉者 郭祖 还有其他朋友 今年的蜂蜜价格 翻涨 不是消费者 他们有感而已 其实 为什么会翻涨 就是因为我们蜂蜜 采收了蜂蜜的量 类减 像04年的话 去年05年 差不多只有04年的五成 但是今年06年 差不多只剩下 两成不到 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售价 从04年的售价 跟今年相较起来 几乎是涨了一倍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们对于蜂蜜这种 它的营养功效 是这种食品 算是越来越喜爱 所以大家会很很乐意去买这种天然的东西 但是因为今年价格太高 所以大家都搜索 往年没有这种情形 往年大家会很乐意掏钱买天然的蜂蜜 好 谢谢你 不只是涨价 而且根本东西就没有得买了 产量实在是非常的差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吗 方杨姨 我收了有100兆做的营充 100兆 100兆 我们下到东方 我们平时有思维的探讨 接着过努 说不要跟市场 要学校的 不学校的学校 我们不会存在那种营充的样子 不认识 不认识 我们有探讨 我们平时的厅房 已经有门好 说 去做一个礼拜 就已经设好 跟他们说 很放心 不认识 等一下 一个礼拜 在学校的学校 就很放心 不认识 不认识 我们平时的厅房 已经设好 配尾 可能有些 如果平时的厅房 我们平时的厅房 经过市场 以后 在厅房前面前 在厅房间 是一片厅房 发现 不认识 一百厅房 跟厅房间 有60厅房 在厅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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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说 有两个人 在厅房间 我们的厅房间 还要建议 那些厅房间 是用厅房间 在厅房间 在厅房间 全面 我们的厅房间 在厅房间 有些厅房间 他有种外来 在厅房间 做厅房间 这个厅房间 在厅房间 被厅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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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厅房间 就是厅房间 差不多六年前 台湾母親總是出屁場 不過今天面臨黨洋蔥 建立黨洋蔥 以後用征服的力量 用征服的力量 來全面性 立直 紐約 全面對他們的心 以防 全面性的 以防 結合以後 他們就在下棚 最重要的情況下要減少 對人家蓬勞的術業和影響 有所謂的建議 好 謝謝先生 今天提到我 香港是一百多元的 不過高峰差一般都不在那裡 那種蓬勞 不在那裡 故事呢 鄉數越來越多 但是大家 很多人的蜜蜂是消失了 這除了剛才在新聞影片當中 有看到永遠夠填死親吻後 人家蓬勞的餐廳 人家蓬勞有其他 雍肉的原因 若平美將 修憑的小皮的理事眾 未必再加在補充 追究 蜂蜜減產的原因呢 有主要兩點 就是一 氣候的因素 那氣候的因素 還有第二點就是 我們農藥中毒的因素 那這兩點都是影響到今年蜂蜜 所以像氣候影響的話 是近年來越來越不好 還是說以這個趨勢來看 你可以觀察出什麼樣的現象 如果以氣候來講的話 是因為這幾年真的是氣候越來越難以捉摩 那可能就是像去年的話 是因為暖冬 然後造成雨水不足 然後會影響到荔枝跟龍眼的開花情形 那到了我們要採蜜的時候 有花開了 那結果又下了幾場大雨 那如果又蜜蜂在 它放在那個龍眼產區是積水區的話 那可能會有人造雨的發生 那變成說到時候 我們就算有蜂蜜了 也沒有花 沒有花的話 有蜜蜂也沒有花可以採 沒有可以去採的 另外一個就是農藥的因素 因為農藥的因素是以前都有 可是沒有那麼嚴重 那今年的話是特別的嚴重 蜂農很辛勞的把蜜蜂照顧 可能一箱有五萬隻蜜蜂 可是過兩三天 你蜜蜂搬到那個龍眼跟荔枝的產區的時候 可能兩三天之後 蜜蜂就一下子消失兩三萬隻了 那這個在蜂箱前面 當然它的屍體是看不到的 所以到底是什麼農藥我們就不知道了 都還不知道嗎 好 謝謝理事長請坐 古總 就算飼養飼養飼越來越多好了 可是大家每個人都提到 它的折損率其實是逐年增加的 像我們全台灣唯一一個在福島蜂農的窗口 就是苗栗農改場好了 這個課長我們最近大家 其實你看蜂農大家非常的困擾 我們可以協助他的是什麼 以我們過去這兩年收集的一些報告來說 其實因為我們現場能看到大概是 急性中毒在蜂箱前面的 那剛才鄭理事長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他死在外面 就是不是在蜂箱前面的 這部分呢 我們就比較難去抓到 他主要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了 那我們這幾年就是調查下來 其實是有找到就是其實 多多少少荔枝熔岩的噴藥 常用的藥劑 在蜜蜂的死亡的屍體上面 我們是可以看得到證據的 那我也呼籲大家就說 我們如果不幸真的發生中毒的事件 請大家就是向我通報 那我們會到現場去為大家採樣 我們抓出這個農藥 真正造成蜜蜂死亡的農藥 那我們會把這些結果給防檢局 讓他們去做這個農藥管理的一個改善 所以這個產量到底因為它下降 是什麼的原因呢 有人為的有天然的有用藥 待會我們也會專長來討論 所以養蜂協會預估台灣荔枝龍眼的蜂蜜 蜂收時過去年產量可以到 一萬到一萬一千公噸 一百公元的時候蜂蜜就開始欠收了 三龍公呆純某一番公噸 差不多六千朗聽聽 還有今年初步統計 大概只剩下兩千噸而已 越來越少了 那秘書長 我們這個可以怎麼樣 現在大家蜂蜂都是非常的著急 尤其跟他有人說 要減掉皮膚來縮 這個情形是越來越嚴重了 台灣養蜂五十年來 第一次面對 我們的蜂蜂第一次面對 這麼嚴重的減產 最近五年來 大概我們荔枝龍眼 每年正常豐收的狀況下 大概產量有一萬噸到一萬一千噸 大概像在一百零三年一百零四年 那去年是減產 去年就掉到六千四百噸 當然是氣候因素 那今年更慘 今年荔枝龍眼的產量 只有用一個字 產 才能形成 那這麼產 除了氣候因素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因素 我想當然有 這個天空不作美 剛剛我們這個有蜂蜂發言過 這個當然這個暖冬降水量 流水不足 會讓我們的花開得不好 但是這個 不是單純的氣候因素 造成減產這麼嚴重 那到底什麼原因呢 我們蜂蜂非常著急 但是也一直在找這個答案 好 謝謝蜜蜂 謝謝蜜蜂 謝謝蜜蜂的 提出後來 剛剛已經說到 在南部蜂蜜的采法 他們的南部蜂蜂的 鼻塑比較濃 蜂蜂蜂蜂 蜂蜂蜂 所以你看到蜜蜂的 這些蜂蜂 竹花而居 南台灣是非常重要的蜜蜂蜂 你從蜂蜂蜂蜂 還有蜂蜂蜂蜂 來看 你就會看到 台南高雄蜂蜂蜂蜂 山梁台灣一定的地方 高雄蜂蜂 總法 就對南部蜜蜂蜂蜂 來到總台灣 不過今年 南條蜂蜂蜂蜂 都不是親獎 不是親吼 所以大家就像中台灣 不過大家說 總台灣經驗的情緒 不是親吼 所以有可能是 任意的影響 大家說到 有可能是農藥 還有其中一個動貼的農藥 我們來看見 三哈雷的亞團新聞樣片 鵬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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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從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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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重要的事體 那些可能是一大人 去外洋蔥 擔心導航系統 所以去水裡很難 但五年內 全國的統統的散流 經允工台 除了填死的樣效 還有其他原因 你一師父 有一種手指鼓舞 要設計的法寶 你跟我們家裡 那麼 農夫妃後就 人家要縫起 荔枝村向和手指鼓舞 所以鼓勵後要過濃 加強噴濃郁 又風噴水果的濃郁的殘留 雙重打擊 天使油不好 髮殼又不會動漿 又鼓勵濃郁 又開始 氣氈噴濃的竹魚 照理講 你開花的時候 不應該噴藥 它會影響蜜蜂授粉 但是現在蟲害太嚴重 昆土油很窄 所以開花要窄 茄子要窄 造成今年蜂蜜產量減少 也是一大主因 這隻蜘蛹竟然發生動到 岩蔥未去到高速的壁牙 和区乏前現 蜜蜂它剛出生的時候 是還不會飛 然後它經過試飛的過程 它才會到戶外 做採集的動作 可是如果它在整個生長的過程裡面 它如果受到農藥的影響 或者是外寄生蟲的危害的話 它的翅膀會畸形 所以它本來要經過試飛這個過程 不會飛了 它會在地上爬 所以它本來是空軍會在外面採集食物 結果因為翅膀畸形了 就只能在地上爬 就變空軍變入軍 說到NNA的軍服由某些衝刺 要某些說 NNA跟朋友到底 去授粉的時間 青龍麥都濃濃 去由某些宣導那種觀念的時間 變成 有的 該國農 其實想說 看到康年今年 也要從那麼厲害 和那些 要有那麼多的時間 去做做事先來 預防式的治療 然後匯伐一些是先農藥 還有 森沙全部是其他腔 本來天天的舞台 除了我養育 都希望聖藥神聖的空間 某些舒芬的機制 對農藥 更加動態的養育 你看到 每一粒一粒 小小小的 要出栗子純向它的膽 栗子純向 栗子純向 在學發培著栗子酮 如果有栗子純性 尤其是栗子純向 有栗子純向 有對一般民眾還說 這些有本事 栗子純向 會噴出體液 它可能會造成皮膚潰爛 剛才農民朋友也有講到 故事要從從蟲為機 讓大家非常的驚慌 所以在年初的时候农委会防检局 他公布了一个延伸用药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荔枝春巷 荔枝出皮骨的暗南风 骨骚的体育既的用药 汗比较重 这个科长 是的没有错 那荔枝春巷他进来台湾已经超过十年 他是一个外来种 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吗 对没有错 他最早是从大陆先进入到金门 然后后来进到台湾本岛 最初是在高雄发生 那之后就慢慢的往中北部蔓延 目前防治荔枝春巷最主要的方法 还是用化学药剂 就是所谓的农药 那荔枝春巷因为 虽然进来台湾已经超过十年 那但是这几年因为天后关系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可能对于部分的这个荔枝 还有荔枝还有龙眼 它的这个生产造成这个蛮大的影响 那所以以荔枝还有龙眼的果农来讲 也是有很迫切需要 一些新的药剂来防治荔枝春巷 那所以经过了严谨的这个科学的评估之后 在今年初的时候就是核准了七种的农药 可以来防治荔枝春巷 那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今天这个很多来宾还有我们这个 养风协会很关切地属于所谓的这个新尼古丁类的这类农药 那我们公告的这一类的药剂包括了益达安 还有赛苏湾还有可尼丁等等这些 它的成效怎么样防治的效果 这一类的药剂以沙虫剂来讲 它算是效果蛮好的药剂 那对于人的毒性也比较低 但是唯一比较让人家疑虑的就是它对蜜蜂的这个毒性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就是说果农对于深受其害 深受这个荔枝春巷的受害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的用药 结果年初开放了延伸用药就是这个益达安 所以就是因为要杀它所以用了益达安 可是却没想到杀了荔枝春巷又害到蜜蜂了 我们从这个死亡的蜜蜂里面看到的这些农药的种类 我们来做分析看哪些可能农药是造成蜂极性中毒的元凶 那这样分析下来看的话呢 其实益达安并不是造成蜜蜂极性中毒主要的农药种类 所以很多人推论这个益达安有可能是造成蜂群减少的原因 但我们从蜂丝上面其实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吗 是 就是从我们采集回来的这个蜂丝上面没有 但是我接下来必须要说明的 就是说另外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属于慢性蜂毒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这个镇理事长也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状况是这个蜂巢里面的蜜蜂出去 然后就回不来了 对 那有可能就是有些专家提到的可能迷航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通常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见得那么容易发现它的尸体 这也就是我们目前在食物上面可能必须要在补强的地方 就是有没有办法找到因为这个迷航 然后在野外死掉的这些蜂的尸体 我们带回来看它体内是不是真的有一大 这个可能是最直接的证据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当然也可以采集蜂巢里面 还活着的这些蜂的个体 我们来验验看里面有没有易达安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佐证 好 所以在5月18号的时候 防检局他开了一次的会议 里面就是针对1月6号开放易达安延伸 使用在荔枝还有龙眼上面 5月18号这场专家会议就是决定仿效欧洲 将易达安 可尼丁 赛苏安三种类尼古丁的农药 暂时停用两年 这个是最新的这个会议的决议 但是刚才科长也提到 在这个风湿上面其实是找不到易达安的 但刚才大家提到有急性还有慢性的中毒情况 这边也要请教专门在研究这个蜜蜂的昆虫系杨教授 在这样子刚刚大家提到慢性 其实慢性它虽然说它没有马上死掉 但是它对于整个蜂群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好 我想我这边先澄清一下 因为刚才科长讲了说如果是迷航的那个可能是慢性 事实上那也算是急性 因为它去碰到在野外它碰到比较低的 低的这个这个易达安的时候 它事实上不会立刻死 所以你如果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话 你用这么低的剂量去喷它 你没有看到它死掉 那它会怎么样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它会一直在那边发抖 刺来刺来 刺对 它会发抖 所以这就像在实验室里面在看它的样子 它可能会是停下来 可是它的脚还会一直动 它会动然后它会一直去拨它的这个触角 用它的前竹去拨触角 去用它的这个复眼 一直很焦躁不安的那个样子 用人的这个拟人法这样去形容的话 就是焦躁不安 然后它就停在那个地方 剂量比较低的时候40几个PPB之内 它其实上是会回来的 它会在那边停了一阵子时间之后 它还会再回来 它还会再回来 可是如果剂量在比较高的话 它就不回来 就死在外面了 就死在外面了 吴客长这边去采样 但是你在风潮口 你不可能去采到说 它这个尸体上面有这个异达安 但是如果它藉由花粉 藉由其他像蜂蜜 其实里面在国外也有测到 里面会有异达安 那那个剂量很低 它带回来 它吃了也不会死 它会传给别人吗 它就带回去 当然就给蜂巢里面的幼虫 或者是内清风去吃 那幼虫我们 那幼虫吃了会怎么样 幼虫吃了以后 其实它还是会长得 白白胖胖的长大 长大 可是它会不会 你看起来它也不会死 那我们是有去做 甚至去解剖它的脑里面 发现它里面的神经变少了 就是小时候种了很低剂量的 不是不会让它死的 然后它就正常的长大 所谓正常就是说 你就看它白白胖胖胖长大 又风变成成风 可是那一些蜜蜂 你去看它的脑里面的神经 那神经数目是变少的 而且是很明显的变少 要多少就会让它变少 一个PPB就够了 所以即使在外面 你看它没有是采的蜜蜂 采的这个花粉 或者是蜂蜜 然后里面有污染的 有污染的很低剂量 这个剂量其实也不会造成 我们怎么样的生理病变 或什么 它带回去以后给它幼虫吃 你看它也长大了 可是它长大了以后 这个成风 事实上是不正常的 那我们再进一步去看 就是去分析它的 它的这个基因表现 会发现它连 它的免疫系统都坏了 它的这个代谢系统 能量的转换的系统 相关的基因都坏掉 全世界的这个蜂蜜 在消失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文献出来 就是说 可能有很多因素 可是农药所扮演的因素 你不能去否认它 它即使是很低剂量的 我们所谓的叫雅致死剂量 或是不会让它死掉的这个剂量 让它去接触这个剂量 你看它没有死 可是它影响了蜂蜜的健康状况 长远来看 其实还是一样有影响的 是的 但是你如果只是从毒性上面 你当然看不出这个影响 针对这样子的状况 5月18的时候开会 决定要停用 易达安 可尼丁 这三种类尼古丁的农药 这样子的做法 您认为是正确 这也是一个致未来的方向 我想这是正面的做法 是非常好的做法 因为是不是易达安制造成的 去采样现在也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蛮支持 这个专家会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说 那先把这个 因为这三个药 这个西尼古丁这三个药 它是真的对蜜蜂比较堵 我们先把它停下来 欧盟过去四年 分了两次 第一次停两年 第二次要停两年 都是为了要观察它的影响 那有很严谨的评估 那他们现在要去做决定 今年要去做决定 那过去在美国 他也还没有去讲说 易达安是不是会对蜜蜂造影响 去年一月 他也觉得易达安 25PPB就会整个风群 就会崩解掉 这个也已经公告 美国的EPA就已经公告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 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1月6号我们就公告 那我们有疑虑 中间的状态 对 从国际上来看 我们有疑虑的药 人家国际上面也有这些疑虑 也都在很小心在对付这个药 我想我们现在先把它还一下 是好的 OK好 谢谢教授 我们从这个风湿的位置来看 风巢前面找到的这个风湿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刚才有说到 还有好几种的农药在里面 是吗 客长 风箱前面我们收集到的样本 大概主要有三只 比较常使用的农药 一个是分谱泥 那另外就是 一般作物上 防治这些小型害虫的 像是 陶思松 还有加宝利 这三只大概是我们 最常验到的这个药 所以真的是在门前中毒死亡 只是他可能 没有验到易达安在他身上 是吗 是 就 以我们现在的手边 累积的资料 目前是没有这个易达安 那所以大家很 可能推测说 是年初延伸易达安用药的 这个以为他是元凶 会是这样的状况吗 还是说大家搞错对象 我想在采蜜期这段时间 因为刚好也是荔枝春巷 发生最旺盛的时间 所以蜜蜂多多少少 可能会受到果农 在防治荔枝春巷时 所使用的农药 所造成这个中毒 急性的中毒 那大家会很明显的看到说 我的风势很好 但是我到现场去的时候 我的蜜蜂 这个风势下降的很快 那所以我在这边 我想最重要的管理政策 不管是用哪一支药 对我们蜜蜂都有伤害 最好的管理政策 还是回归到花期的时候 我们建议果农 不要去喷药 好 整个人的失败 防疫区提出 而先来提供三种农药 不知道对您的 学朋友还有朋友的善良 菜面的情形 我有提什么 因为要用蜜蜂 因为说要通业 这种蜜蜂 不要说要农民那些 没有 马上会蜜喔 对 政府跟我们派到专举的蜜蜂 或者我们修他 中樊刺 还次去喷嚏 他约炸zi 你能用清 할 forms 我们建议 建议 豬皮骨有的鴨片鞋子就只有燙 班長的建議是說 他給他燙一下 在噴藥的時候統一一個時間點 共同來噴藥 共同來防治 才不會說鴨片噴的 豬皮骨的只有燙燙 也就是說他的荔枝春巷 大家為了要防治 零星在灑藥 所以他會跑來跑去 造成蜜蜂 他也沒有地方去了 還有其他的鄉親嗎 從今年來開始 我們演出二十年前 我們就發現 鵨片的鴨片是窮色 窮色的原因 就會發現鵨片在前面系統的 就會有中途的情形 其實窮色好以後 鵨片的群世就會下降 就會下降很多 風勢會下降 中途會下降 中途會下降 就是鵨片會去入侵其他的鵨片 還有兩種問題就是 其實鵨片沒有可能沒有問題 鵨片一天會有更嚴重的 另外的可能就是有病毒 一些細菌 就像科長講的 會一些真菌上的感染 那其實發生到風的時候 風群會互相進到別的潮房 其實就把病毒跟細菌 帶走 帶過去 傳染開來 傳染開來 我今年初就是遇到 開始這種整場倒風 這是往年沒有發生的 所以你的數量也是銳減很多 數量銳減 那銳減之後 我就請改良局來 改良廠來看 來看之後 檢查出來確信發現 蜜蜂室殘留一些農藥 所以也是有找改良廠來驗風濕 驗屍 驗屍 驗屍就對了 那其實群勢下降之後 那可能最後的死因 它是病毒或細菌橄欄 不是 有 我檢驗出來可能 它最後死因是病毒或細菌橄欄 可是實際上導火線是農藥 好 我檢查一下 蜜蜂的信仰 跟它說到 適用的時間和適用的縫製 和適用的態度 我們必須要注意 我以前有種一些苦瓜 就是為了要授粉 跟蜂蜂借蜜蜂來授粉 蜂蜂大家都不肯 所以也是有跟大家協調是不是 後來 大家因為說你要射農藥 大家都怕蜜蜂死光了 所以我才會下去養蜂 為了我們的產品好 所以 所以沒有蜜蜂也不行 因為它的授粉能力非常強 所以我們的產品要好 要有賣相 我們都才下去養蜜蜂 所以我在呼籲全國大眾的 瓜農 盡量噴農藥的時候 要在傍晚以後再噴 才不會去影響我們的蜜蜂 它的時間點對作物 或是說對蜜蜂的影響是什麼 在傍晚過後是它的花已經收花了 你下去噴的時候 蜜蜂就不會過去沾 沾花粉了 所以我們的蜜蜂生態 就不會影響到了 OK 謝謝 這對蜜蜂呢 不但將蜜蜂 甜蜂的樣子 還有人味的因素 帶來攝影響的 創新朋友的四體親徒 而用的原因 要變成 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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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人死 會發瘋 會發瘋 我衝人會發瘋 無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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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蜜蜂的路面 沒有出現 跟沼蜂 會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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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病毒入侵 可是 跟這輪蜂的實體 無外勤蜂後來去清理 造成內部蔓延 水母營該當朋友 任何期的碰到 無法清理 全都突然做 一台不切 你的碰到 從那時候 這麼經驗 連這個還是獨套 我們就做了什麼 第一個 抗生素不能用 你也沒辦法說 兩年是敵共 那個伊達安傷害 還是我的蜜蜂生病了 沒辦法 流汁的三次放水就完 沒什麼味蜂子 三次不去囤滯 我們還是用 生病的角度去處理 你說 天災的話 你說 像經驗的條件的話 春暖雨少 那會衍生出來的 一個後續是什麼 第一次發瘋 不會活動 聽音 可能要燃初日 這樣經驗沒什麼 堵到你的問題 如果用什麼問題 的時間 你只要討伐蜂 我們就不能 照以往的環境下去放 你自己 要來挑戰 列入一些 考慮的前提 可能會經驗 會分到 他沒有 求人用什麼 風采油電力 一條樹木 尾套 經驗 再說 賞了放了 來不及 通訊 要修法通訊 還要討伐 不及 每個人的風采 後來的 尾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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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 不及 太重 你要 考慮 再說 欠水 像經驗 中文水谷 做營初衣 南部的風浪 還要滾 今天 做營初衣 不及 太重 所以 在提防 報道中 因爲 對 國族的法 水果 通通不及 有影響 通訊 因爲 那兩點 所以 他人為的 一個因素 最重要的是 一種農業 農業 所以要管理 做得好 其實對 國族 對通訊 做雙贏的 雙贏 不要說 大家 對消費 太重 看看 沒有 放寬榮 殘留 容許 是 對整個社會 都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 要去問 小弟弟 後來 退票 永憑 散熱 對這樣 中文 做一些建議 留到精采 要一些 要一些 產業 要互相幫忙 會互相傷害的產業 來互相討論 來沈一條 可行之道 好 剛才說到 有些優的 有些關鍵的問題 還有 剛才提到 雙優的 我們用的勇 不要在世界上勇 但是 有些很嚴重的 內臉 怎麼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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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 在環境當中 有一個更可怕的隱形殺手 那就是農藥 而且 看到現在 蜜蜂危機 有這麼嚴重 城市養蜂 這個蜂巢 慢慢的興起了 我們帶您來去 衝三期的三期台北 看看 這次的蜂巢 是 蜂巢 越來越強幼幼的蔬菜 整體的 動低的蔬菜 一陣又一陣的捧場 這週還不錯 蜜量都蠻高的 加了好幾個草片 快滿了 對 可能要分香了 太多了 每一次看蜜蜂 就有點非常療癒 因為 他們真的是長得很可愛 然後每一次出去採花粉的時候 兩隻小小的腳 帶著滿滿的花粉 然後帶在他們的花粉籃上面 然後飛回來 然後那個可能花粉 都比他的身體重還重 蜜蜂版的好爽 各個都擁有身體 這次是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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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錯到他了 你這家蜜蜂的 蜂蜂 菜的蜂蜜 你這家蜂蜂 你這家蜂蜂 你這家蜂蜂蜂 這家蜂蜂蜂在哪一片 台北市信義區 向山六雄 在照顧 這家蜂蜂 那家蜂蜂 是蜂蜂蜂 那家蜂蜂蜂 是蜂蜂蜂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授粉蜂蜂 那我們過去 對於這個 養蜂蜂的認識就是 產業 就是生產 可是我們常常忽略 蜂蜂 它對於生態平衡的重要性 蜂蜂蜂蜂 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讓消費者 或是一般民眾 能夠了解蜂蜂 它的正確的知識 在我們在吃蜂蜜的過程中 知道蜂蜂蜂蜂很辛苦 或是說我們其實不需要太害怕它 因為它並不是像大家想像中 會叮人 會很恐怖的一種蜂蜂 其實不是 也希望說大家能夠多種一些蜂蜂原植物 了解蜂蜂的生態 關心反應變化 就對什麼去台北周醫師 透過舌頭 互相傳遞食物 然後傳遞訊息 像這樣在賭濕度 就蜂蜂蜂 除了舌頭人 互相傳遞食物 香蜂蜂蜂蜂 嚇到的心 還要好運用的 和嚇到 佛品嚇出 提醒舌頭人 重新入面困難 人 生態 和競技神聖的順番 和連結 永遠遲到 親像我在賭濕度 賭濕度 和賭濕度 賭濕度 賭濕度 也在台北市 沖山三季太后 嚇到的成果 還有 正面對阿哈 眂蜂蜂的 永遠遲到 我建議了 大家的想法朋友 還有清醒 出現的失敗 針對防禦卿 給清醒 提出的非議 除了說 阿哈先來 庭擁有兩種 三種的農憂 大家知道 阿哈對 效盆的生涯 沒有實質的效果 還建議 沖馬基諾 請大家鼻子 來做效果 這個防禦局 能夠正面回應 我們瘋龍的怒吼 我們的心痛 我想台灣養風界 對防禦局 對農委會 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們是表示認同 那養風協會 經歷了很多年的努力 我們跟這個農政主管機關 我們在三年前 四年前 就已經請求過 反映過 易達安真的會造成 我們蜜蜂的傷害 國內台灣大學的楊教授 國外的許許多多的學者 不斷的研究易達安 他到底會不會對蜜蜂造成傷害 我想 兩百篇以上的研究報告 都指出 易達安對蜜蜂的傷害 是很深遠的 所以秘書長現在停用了 現在決定要停用兩年 可是剛剛有人說到 就像課長也說到 這個蜂絲上面 驗到的其實不是易達安 還有更多的農藥 但現在來停用這樣子的話 他沒有停其他的 這樣有效嗎 我想易達安在台灣 他推廣的 這個可以使用的作物 幾十種 不是荔枝 龍眼 他蔬菜 水果 花卉 水稻 茶葉 幾十種農作物 都可以使用易達安 我們蜜蜂飛出去 一個環 就好像一個場景 槍林彈雨 我無時無刻 不再忍受 面臨易達安對我們的危害 所以平時來講 我想我們能夠 提出的就是 這個易達安 怎麼樣讓它 減少在我們的農業環境裡面 禁用易達安 禁用其他農藥 我想是不可能 那台灣養蜂協會 台灣的蜂農 也知道 我們彼此尊重花農果農 這個能夠在寶島台灣 這片土地上 大家和諧共生 繁榮共享 但是我們也請求農政單位 因為我們蜂農 是相當的這個 艱困的環境 十年前 十年後 養蜂環境 變得非常的壞 天災 這是這個天工不作美 是個因素 農藥管理 這個慢慢的 讓我們養蜂的環境 失去了一個安全 密封出去 戴槓盔都沒有用 所以我想希望農政單位 能夠聽到我們蜂農的辛酸 我們是很絕望 但是也期望政府替我們做主 謝謝 好 大家要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節目正常的影片 我們分享現場的 鄉親平有什麼做的提前的看法 更為他們的郭官的 鄉農夫的衆軍 是怎麼來都現場的 請問一下 鄉道郭官 大家要說 風作是一定有名的 還有一下有一個親專門的建立結智 鵬的有效 什麼來講一下 鄉官司 全世界有兩百多種報導 文章 包括 台大楊教授等等 泰槓盔都在這 伊達安對鵬的作品都 怎麼去吃 吃班人又來 停 故事跟我說 他是不是元兇 泰槓盔不是 我不是元兇 但是我們農改長的 科長跟他說 到蜂巢檢驗 確實有伊達安 你等於說 全部迷航在外面 找不到 蜜蜂死掉的 我希望 這陣子 在大壩尖山 雪山 玉山 失蹤 你就會寢下來 幾百隻 幾萬隻的蜜蜂 要跟他說 失踪的荔枝園 迷航 找不到嗎 古手 征服的鑄通 去沈 蜂農 班長 你就去荔枝園 這個 農園園 找到死掉的蜜蜂 沈出來 化驗 主動來化驗 怎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會對 農夫的立場 打敗說 對農民的權益 生計 這些照顧 他說災害 他說災害 那這個要不要補償 要不要賠償 好 古手 從一萬多 剩下兩千 這個損失 元凶 那都怎麼 都在沈出來 那是否一人 他跟他想 英國的那 但是沒有證據 我就去找證據 那要想法 寬法 人家一段 非常重要 跟廖班長說 統一來管理 統一來噴藥 我跟他 跟廖班長說 我跟廖班長說 以前廖班長說 農藥 除草劑 也很少 那些廖班長說 農藥零檢出 ND 等等 不是廖班長說 但是產量 比以前還多 所以這是用藥觀念的問題 用藥的觀念 還有管理的觀念 古書 我跟廖班長說 政府有 充斥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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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 留 立志園 這個 農演員 這個產業要 共存共農 大概第一 你要開花 你要授粉 大家是一個產業 一個產業 黑莓做的 比這個 像 人家的農夫 作為 產業經營專區 紅棗 畫200公頃 作為專區 統一的SOP 健康管理栽培 農改廠 附圖 所以像養蜂 你要建議 所以有的棗農 不要說去棟樹 大家很清楚 每天要怎麼用藥 怎麼樣用肥料 用多少量 全部機能 全部好好 每一個人的產量 就要要多 就要多 就要多 那可不可以把 農野 芸 跟蜂蜜產業結合 變成一個政府來 鼓勵 來規劃 或者地方的農會 地方的縣政府 湘工所 帶來整個 產業的專區 让蜜蜂共存共荣 并且发展 我们的相反是这样的 好 感谢众军师 能否有一个障碍 提供通业来关联 我建议 能否有一个障碍问题 比较像水果 过瘾和优补的方式 要研究丹尾 往这方面来 此外 也不会伤害到 蓬栏 蓬栏 可以长时间来试用 好 最后一个优惠的时间 还有大家提出来的说法 我们亲民跟他们语言说到 能否通业 能否设计 我们请口诵 来做亲民的设计 刚刚相亲的建议 其实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好的 因为从疫病虫害管理上来讲的话 同一个区域里面的 同一群的果农 或者说刮农 在同一个时间来做病虫害防治 这个叫做共同防治的概念 一起来做的话 这个效果绝对会比大家各自来做 它的效果会来得好 所以我们会以局这边来说的话 我们会跟会里所属的各个改良场 我们来想一个方案 然后也结合各地方的农会 尤其是我们荔枝龙岩 主要这些产区的这些农会 就是来推一个共同防治 针对荔枝春相来做 那就是定一个所谓共同防治的时期 那以荔枝春相防治来说的话 最好的防治时期就是在冬天过了之后 这个月冬的成宠准备要出来 要交配产卵的时候 这个时机是最好的 然后一直到开花前这段时机 如果掌握好规划好的话 可以做两到三次的共同防治 那到开花期的时候我们就停药 那这样可以降低这些防治的农药 对于蜂农的还有这些蜜蜂的伤害 OK 好 农粮署提供的这个相关统计 有养蜂产业一年产值23亿好了 可是刚刚大家也说到 假如说没有蜜蜂的话 可能其他的作物都没有办法授粉 所以假如说其他的瓜果作物都加起来 他会给它散称 对那些酸豆也会给它散称 其实要给它散称 我们未来下一步 刚刚大家说到说用药防治 还有说大家好像各走各的 像一个自走泡一样 我们未来可以怎么样再来继续宣导呢 其实我们在我们改洋厂 也有推一个以生物防治的方法 那就是利用贫富小风 它可以寄生这个荔枝春象的软 那让这个荔枝春象没有办法孵化 那未来我们希望就是说 利用生物防治的概念减少整个农药的使用 那对整体的环境都会比较好 好 现在还有荔枝春象来提出你的观念吗 这种春象也开始面临了七年八年来 面临的博物防治也好 甚至于到我们的红枣园 已经到了面临了 可能会延满到全省各个的果农 我有这种的研究 做的研究 像这个研究 用幼谱的方式 果音也好 苍蝇也好 荔枝也好 荔枝也好 有幼谱灯 用这种方法去做这种防治 常年都可以用 不止在开发的时候可以用 没有用 苍蝇也不管是 用幼谱那种春象的方法 用这种方便 来做幼谱灯 来幼谱春象 有没有这种方向 因为我们的防检局 从这一个方面去做一个实项 来跟一种方便 沈芳一 亲民的太阁所说的 英国的太阁所用的方法 用它的清整口的担担 亲民像老师 老师其实大家现在提到说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 SOP的方法好了 还有说用生物防治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用诱补 那现在防检局新的做法 就是要停用 可是停用 这个是问题最贞洁的方式 还是说其实一个观念 大家要把它建立起来 那刚才我的发言里面也提到 因为事实上 农民果农 它事实上也要仰赖我们蜜蜂 所以大家其实是绑在一起的 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刚才我们的讨论里面 我想相信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一个应该是共同的 一个防治的效果 因为也不只有 一旦会杀蜜蜂 只要杀虫剂 好那现在有很多文献 杀草剂杀菌剂对蜜蜂 也是有慢性毒啊 因为蜜蜂是这个 敏感度非常高的一个小虫 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一个环境指标 对所以 我们应该是共同努力 而不是只看到 易达安这件事情 就停用 对 就停用的话 你如果只停用易达安 那其他的农药 出问题的话怎么办 还是一样有问题 因为像蜂丝上面 还是有找到其他的农药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比较赞成就是说 还是在共同防治 像区域整合防治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做 日本早就在做 我想在2006年07年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日本有些报道 他们就蜂农 他们就在他们的养蜂协会 就是直接化区域 化区域 他们也是碰到农药 因为你也知道日本他在农业区放风 然后会碰到农药的问题 他们就去做协调 他们就去做协调 那他们实际的机制是怎么做 这个我倒没有去深入去了解 所以刚刚老师 刚刚也有那个农民先生 他说他也跟别人协调 可是人家没有办法 因为他要防治 他希望他的菜可以漂亮一点 他就开始撒农药 所以他拒绝蜂农来这边 所以他只好自己去养蜂了 这样子好像未来没有一个很好的 大家一起共同生存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个understanding要出现 那日本他们甚至是有规范的 而且还要签契约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们其实还蛮落后 要去在这方面做努力 OK 好 大家在这下来 近来近增幅 希望做得潜到一个办法 上次阿英斯坦已经曾经说 香港的问题 能源减少神损 能源减少的 古早上那些 香港的声音 蜜蜂的危机 现在引爆出来了 大家是不是感到的 民间 能源的问题 能源和此言 能源来竹划神损 共融共存 未来永续发展 今天全民台词 要请兴趣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 听话里面看 谢谢大家 爱着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